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今天算是做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更动 今天第一棒又重新由陈瑞震来单纲 二棒今天是二类手冯胜贤 三棒今天是陈志远 四棒指定打击彭正敏 如果脑筋里面想全力打 彭正敏这个球扫到了钟佑阿姨 放下了飞球 BRAWN BABY 终于让彭正敏打出来了 非常明显没有刻意的用力 但是逮住了一记高球 射向了反方向的 右外野的拳雷打墙之外 三分打点的拳雷打 让比赛 又进入了另外一波高潮 现在变成三比四 一分 机会 真的兄弟相对绝对有 但是如果能够制造超前的话 任何可能性都会发生 这是彭正敏在这次的总冠军战 所出现的第二次的全力打 第一次全力打 是在第一战当中 当时在九局上半 拉开比数 也是一个三分打点的全力打 待会大家可以从慢动作看到呢 实际上感觉起来彭正敏好像 没有用力 把这个球轻轻一拨 但是球就直射到 中右外野的看台上 不现阶段呢 由于右外野的项尼呢 严谨一点的讲法 应该不是说闷了七局 已经闷了两场又七局 所以这时候把东西 有点忍不住丢下 但是这个丢下其实有一个 比较大的麻烦 会让场边的林曹芳多热身 会让场内的保乐 多休息一段时间 这个气势反倒是因此而中断了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的重播 关键的一刻 非常明显的石头球 正中嘛 所以说当你体力下滑的时候 石头球就会出现 石头球一出现的话 就是兄弟相对的一个 反攻的一个时机 所以延迟的换头 可能是会对统一师队 带来考验 感觉起来 特别从慢动作这个镜头 看得很清楚 似乎呢 可能比他赛前练习 会的那个力量都轻的那种 2001年 黄山二代相在总冠军赛 打出了力转锋王的奇迹 而恰恰是如何洗手队友们 再创兄弟王朝 本周报求中报 将带您回复这段 辉煌的黄金历史